檢查完畢後我們來確認保養週期表 可以在我們的空壓機保養週期表上看到每一項零件的保養週期時間 今天我們要保養的項目有潤滑油以及空濾 這兩項保養時間基本上均為每年更換 接下來要開始進行首次保養更換潤滑油 加油孔的位置位於曲軸箱的上方紅色懸蓋 再來是關油鏡 透過關油鏡可以看到曲軸箱內油量和油脂的狀況 接著是卸油孔 轉開後即可卸油 開始換油前建議佩戴工作手套 避免工作時不慎使手部受傷 準備好適合的容器來接卸除的油 接下來我們用板手慢慢的將卸油孔的開關轉開 轉開後即可卸油 這邊是剛剛卸完的油 更換油品時必須要將油卸乾淨 避免新舊油混合過多 會影響新油的壽命也容易發生油品變質 且零件也可能發生異常損壞 現在開始注入新油 先將空氣過濾器轉下來 如果準備的漏斗夠小 也可以不用拆這個部分 轉開紅色懸蓋放入漏斗 倒入新油 確認油超過指示線後即可完成 更換空氣的方法為 轉開蓋上碟形螺帽 打開蓋子 將舊空氣取出 更換新空氣 並將蓋子復歸即可完成 到底是誰 也可能 有關星空氣 一都五天